可是巧就巧在啊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这端王爷的元寝呢 哎 被盗了 你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听我一个人挨这啊 跟您穷没的 在开书之前呢 我还是先祝您在大义之中啊 咱们健健康康 硬硬烂烂的 先也是手续书归正文 咱们接着上文书 聊一聊啊 这雍正皇帝唯一的嫡子 爱心绝罗红灰 他为什么说是唯一的呢 因为这个雍正皇帝这一生啊 他只册封过一位皇后 就是孝敬献皇后 这孝敬献皇后啊 这一生只生过这么一个孩子 就是爱心绝罗红灰 所以啊 也不分嫡长子嫡己子 他就是嫡子 唯一的独子 哎 这词不好 歌东北话 好像骂街一样 说实话 做这个系列 尤为咱们这个专题 咱们这个专题 主要讲的是这个关系 哎 父子的兄弟的母子的 要说这红灰 跟这孝敬皇后 这娘俩之间的故事 还真不多 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这红灰啊 长到八岁 就红氏了 其实那都不能叫红氏 应该叫做早伤 要是说 单讲母子之间的关系啊 哎 还轮不到这母子俩 因为这母子俩之间啊 那没有什么故事 但是我知道啊 这红灰身上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遗案 谜团 还是可以给您讲听听的 如果说咱们要是 讲皇子的系列啊 也轮不到红灰 为什么呢 咱们要是单开 皇子系列 也得讲这皇子的生平故事吧 活到八岁 一个孩子早伤了 他能有什么故事 但是啊 这红灰身上的故事啊 还就不在生前 就在死后 哎 在他死后 这两次入葬当中 咱们在投入正活之前啊 先得给您插一笔 插什么呢 我先得给您 虚伪的普及一下啊 这清代皇室的葬俗 这女真人在关外的时候啊 实行的就是火葬 其实呢 按照萨满教来讲啊 他不光是实行火葬 还有这个水葬 天葬 树葬 等等等等 但是女真人 他为什么选择火葬呢 这呀 和这个当年女真部落 他是一个迁徙民族有关 首先说呀 这个经常迁徙的民族啊 他没有中途安迁的观念 所以这人死后啊 就没必要 胡伦各的埋进去 再见一个大坟种 年年啊 来祭祀 居定所 还哪有能力祭祀祖先 萨满教呢 他又是自然崇拜 干脆也 尘归尘土归土 不过有一点啊 这个女真人火葬以后啊 还是要埋到土里的 不是找一地儿 撒了就完了 有一点啊 是我个人的观点 这个女真人我们都知道啊 生活在这白山黑水间 现在中国的东三省地区 其实啊 在古代的女真啊 还要望北 那再望北的东北亚 一直到西伯利亚 那简直就是常年动土代 您想啊 这人他不能专等到开出以后 大地开化再死 冬天死了 挖一个硕大的坑 把人埋进去啊 那应该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所以说 在没有这个宗教支持 只有这个萨满教原始宗教信念的 这个人心里啊 那火化还是很简单 很省事的 那说了半天 这清朝皇室都谁是火化的 哎呦 那可不少 您像这个太祖努尔哈士 太宗皇太吉 和这个士祖张皇帝顺志啊 这些都是火化的 并且这些人啊 在顺志朝以前的妃子们 也通通都是火化的 到了康熙朝 随着这个汉化程度越来越加深 这个康熙皇帝认为啊 火葬是一件非常不文明的事情 所以说啊 这康熙皇帝下旨 废除了火葬改为土葬 那咱们再说说啊 这两种葬俗是怎么葬人 咱们在这只说皇室 暂且不说民间 咱们先说火葬 这皇家人死了以后啊 被火化以后 这骨灰啊 要装进一个坛子 在皇家呀 这个坛子外头 要造一个石头的房子 皇儿娘娘的呀 叫什么呀 叫宝宫 王爷的呢 叫享堂 然后呢 就把这个石头房子 停在地宫里的宝床上 到了这个土葬 可就不一样了 成练皇儿尸体的 那个不能叫棺材 那叫什么呀 那个叫子宫 这子宫啊 也是内官外国的形式 当然了 皇上皇后的叫子宫 那嫔妃的就不能叫子宫了 嫔妃王爷们 叫什么呀 叫金官 这嫔以下 什么才人 答应贵人呢 叫什么呀 叫采官 早上的皇子 或者是公主啊 就被装入一个 两体定做的小珠关 也就是一个小红棺材 若是早上的这个孩子呀 一旦有了封号 虽然常恋他的也是这个小珠关 不过呀 也得叫金官 行了 这就是清代皇家藏俗的基本情况 咱们再把这个故事拉回到主线上 拉回到这个红灰身上 在这儿啊 咱们做个小游戏 考考您的记忆力啊 这红灰呀 死于1704年 那年呢 是康熙43年 您说 这红灰应该是怎么个藏法 对喽 应该是土藏 装进小珠关 土藏 刚才咱们讲藏俗的时候 还落了一句 这种早上的皇家子弟呀 在康熙年都统一的呀 被埋到这个清东陵附近 黄花山脚下的皇子墓园 并且呀 这清代有规至这种情况啊 不丰不树 而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就是没有坟堆 在这坟上呢 也不植树 也就是说在外表啊 根本就看不出什么来 但是这棺材的不是直接埋啊 也有地宫 通常啊 就不起这个地宫的拱旋了 都是用条石 把这地宫直接盖上就了事 这红灰死的时候 印针呢 只是四贝勒 连亲王都不是 虽然他呀 是这四贝勒的嫡子 想来呀 在黄花山脚下的这个坟营啊 也高档不了点去 雍正皇帝收入短 雍正十三年 雍正皇帝驾崩 这乾隆皇帝 可就计了位了 这乾隆皇帝一计位呀 为了显示啊 他对这个嫡母的孝顺 还就真没忘了 这个嫡母所生的 这位嫡长兄 他给这个死了的红灰呀 加了一个封号 这一下子还就到头了 什么呀 亲王 嗜好端 端亲王红灰 并且他觉得呀 这雍正皇帝的这些扫死的皇子们呀 不能在黄花山脚下 这坟营呆着了 得给他们牵出来 牵到爸爸身边去 这雍正皇帝的万年吉地呀 叫太陵 在哪啊 清西陵 也就是义县 九凤朝阳山 这乾隆皇帝呀 就在雍正皇帝 领寝的附近呢 给这帮兄弟们 找了归宿 并且呀 下狱 现 黄花山 敦亲王 红灰金关 黄三子 红石金关 乾隆三年 十月二十日 一送 东之门外 怀亲王 福慧金关 于十月二十六日 一送 陈设一位 随行 沿途 各盖棚 贤于乾隆三十一年 十一月初五日 安葬 关于这红石福慧呀 咱们过两天再讲 咱们在这儿啊 单说红灰 你看啊 这圣旨里写的清楚 上面写着这 端亲王 红灰金关 这就对了 圣旨里必须得这么写呀 现在这个小珠关呢 已经变成了金关了 因为这红灰 它绝变了 现在已然是亲王了 那书说到这儿 它没输了呀 那惹定啊 这红灰呀 是金关下葬啊 哎 是土葬啊 乾隆皇帝的圣旨里 不都是这么交代的吗 可是说呢 要是没有机缘巧合呀 我们就可能真的这么认为下去了 可是巧就巧在呀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这端王爷的元寝呢 哎 被盗了 这端亲王坟啊 我去过 就在这清溪灵的这个灵区以内 他的下手呢 是二个元寝 埋的是谁呀 红石 上手斜侧不远处啊 过了马路 就是公主元寝 要说起来啊 从这外表上看呢 这个乾隆皇帝给自个儿 这位敌掌兄的端亲王啊 见的这座元寝呢 多少也有点啊 上坟烧报纸 糊弄鬼的味道 要说这大清国的有制度 这王爷的坟呢 应该在前边啊 有一桶石碑 再往后说呢 这元寝门呢 五间 享殿五间 可是端亲王没这待遇 十碑免了 其实呢 有石碑啊 也是扯燥 八岁的孩子 你往石碑上写什么呀 能有什么生平啊 所以说这个 免也就免了 倒不为过 再往后说呢 本来应该是五间的门房 五间的响殿 一下子都改成了三间 其他倒是没什么 这是端亲王的这个牧种啊 只有一个矮小的土包 上边没有封土 也更谈不到有什么保顶了 这大概其啊 是因为红灰啊 被册封为了亲王 才有这么一个小土包 要不然一个八岁的孩子 不管是什么爵位 应该是不封不竖才对 我们之所以啊 能够了解红灰地宫的情况 那就是因为他被盗了 在这个1994年的7月20日 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对这个端亲王的这个牧 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清理 既然被盗了吗 当然打开之后啊 里边是认门没有了 为什么我说这乾隆皇帝啊 在自己哥哥的陵墓上啊 他有点偷鸡取巧啊 是有道理的 我就没听说过啊 就这个陵墓的门呢 是冲外开的 您瞧啊 您去这个东西陵 只要啊地宫开放的陵墓 您可以随便瞧去 那儿的门就没一个冲外开的 都是冲里推开 因为这地宫的门关上以后啊 或者是后边呢 有这个自来石 哎 慢慢躺下 把门顶住 或者呢 有这个石球啊 随着这个沟槽的滚动 把门顶上 这呀 它是为了防盗 可是您这门啊 要是冲外开呢 那防个屁呀 那这盗墓贼 一拉不就开了吗 当然了 这呀 还反映了其中啊 有这么一条隐喻 也就是说呀 这红灰墓里啊 肯定没有随葬品 可是他到了明国了 这贼呀 他也是穷贼 打开这个窟窿一看呢 二话没有啊 就把这红灰的骨灰坛子 滴愣走了 有人说不对呀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应该是金棍下葬啊 可是这事实在这摆着呢 这地宫里呀 没有任何金棍的痕迹 连啊 木头渣子都没有 反之呢 在这门后的这地宫的当中啊 倒有一堆骨灰 靠着北墙上啊 有一条长方形的石须密座 这个应该啊 就是宝床 从个头上看呀 他也装不下棺材 可是这宝床上啊 他可没有石像糖 这就是红灰两次埋葬的疑点 那这第一次啊 官书上写的呀 还是金棍埋葬 那这第二次 怎么就成这宝宫 埋的是骨灰了呢 这一点啊 听来很神奇吧 你要是问我为什么呀 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 那这种葬法呢 不符合轻功制 他也不合谣性啊 那也跟这文献 他对不上不是 哎 这话又说回来了 也就是这种葬法啊 才给咱们留下了 今天这段故事 得了 这鸿灰呀 这两次入葬的故事啊 我就给您讲完了 喜欢听我故事的朋友 您别忘了 给咱们来个一键三连 视频挨这摆着呢 这关注点赞呢 您在烧点手 把它转发给您的好朋友们 得嘞天不早了 我祝您的何家安康 咱们呀明儿见